10月11日,今天一聽收音機又聽到警察性暴力一位女的被捕人士 接著又沒有實質證據,警方就呼籲你有這堆問題的女性 或者受害人或者被捕人,就主動找警察投訴貨 如果不是,他們都做不到什麼 即是整天在網絡上流這些謊言諭語 接著又不實質地去警察投訴貨投訴 他們在做什麼,大家其實都很清楚 就是在透過網絡的輿論,不負責任地抵毀或者抹黑警方 叫他們拿實質證據出來就不會有的 即是這些假新聞或者假控告假抹黑呢 真抹黑呢,我們提一提吧 因為一開收音機就聽到一段這樣的新聞 昨天我和一位朋友在討論關於那位白髮的 即是滿頭白髮的那位的士大哥 在一個人群中突然被人扭了 然後被撞在一位女性上撞向人群撞場 然後被人撞了出來 唯偶那位的士司機 我和他在辯論這個案子 我們在看一看,由一開始 就說究竟他的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走進這個人群堆 然後為什麼車的乘客位的門會開了 好像有人在上面關門 然後整個過程大家在討論了一次 得出的結論呢,一開始就是 就是他 我在說,如果大家開開車的 如果我真的要撞人 或者真的要逃走 我一定是一條直線 向前衝就這樣比喻 不會轉彎的嘛 然後 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旁邊有個人 在你的軚盤上扯你 那你就會轉左了 因為在乘客位有人扯 那就轉左了 那重點就變成 為什麼他要給油 明知道這裏人群堆 他不給油的話 誰扯的軚盤都不會有問題的嘛 但是 當你被幾十人圍住 甚至幾百人圍住那一刻 而你旁邊 可能是在攻擊你 可能有個徐仔 可能有些不知什麼 在攻擊你那一刻 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作為司機 就是 人性化地想 那一刻 如果我是司機 不是我死就是你死的 我不給油的話 我可以做什麼呢 那一刻 我又走不了 這邊又有人在攻擊我 這個是我和他的理論點 然後他的理論點就是 為什麼你要給油 但是最終 我們大家得出的結論 給不給油都其次了 因為 人性化來講 如果我那一刻不給油 我可以做什麼 去補命呢 重點就變成 為什麼的士司機 會去到這個位 去到這個人群堆裡面 那我們 討論後 又得出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 他沒有聽新聞 不知道那裡是在示威 第二就是 他專門去挑機 就是我在這裡 想呼籲這麼多位 愛國愛港 藍營的朋友 首先第一 特別是長者 我知道你們不怕他們 我知道你們很勇 但是不要再 把自己放在一個這麼危險的位置 現在這幫人 可能是 可能 某部分真的收錢 要打到你殘廢又不頂 然後有些就看到別人打得這麼激 就參與這個 情況 很多很多這類型的 假設 或者這類型的原因 他告訴我們 我們不應該 去這個這麼危險的場合 特別是藍營的朋友 你去到你都不要這麼有型 你去到你都真的 殺一下子 希望你走到就算了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不要去 盡量你知道 那裏有示威現場 那裏是 一大班 示威者在那裏 你不要去那些地方 你一去到 我當你真的這麼不小心 去了 被人圍住了 你都盡量想辦法 找一張牆靠一下 只是前面黨 不要被人四方八面圍攻 想辦法找一張牆 後面是有遮擋的 這樣去補命 但其實很奇怪 我們看這段片 看到示威者 很狠 又徐仔 又士巴勒 又起飛腳 又不斷扔他的頭 但原來韋斯基 好像又不是很傷 我沒有看到一個實質感的新聞 我那些黃絲朋友跟我說 他又說到話 又神智清醒 我還沒有考究 他的情況 他的傷勢究竟有多嚴重 但是 如果我看回當時的畫面 那些人很狠 什麼都齊 其實要殺了這個阿伯 不難的 在那個環境 在那個場合底下 為什麼 如果是他們跟我說的傷勢 真的這麼輕的話 為什麼那個傷勢會這麼輕呢 那些示威者是 無力啊 故意做出來給別人看啊 還是真的打不傷呢 我覺得這一點大家可以質疑一下 這一點真的大家可以質疑一下 今天想說這麼多 希望大家 藍營的朋友 不要再把自己放在危險的位置 即使在一個危險的位置 你都盡量 找牆靠一下 要擋正面擋 不要被人四方八面圍攻 當然 聽多些新聞 盡量不要去那些地方 去到你都不要那麼勇 你是 長者 權怕少壯 你們是享福的時間 你們是 收成的時間 不應該 再給你經歷一個這麼沉重的打擊 就是這樣